中國國家安全部的微信公眾號 17號發布了 堅決反對台獨分裂行徑和外部勢力干涉的署名文章 文章指出 臺灣地區選舉結果顯示 民進黨並不能代表黨內的主流民意 這次的選舉結果也改變不了 兩岸關係的基本格局和發展方向 改變不了兩岸同胞走近走親 越走越親的共同願望 更阻擋不了祖國中將統一 也必然統一的大事 國安部發表署名為安平的文章透露 2022年8月3號 國家安全機關首次以涉嫌分裂國家罪 煽動分裂國家罪 依法追究台獨分子刑事責任 面對臺灣地區兩項選舉後的台海局勢 國家安全機關將精準打擊遏制台獨分裂勢力 堅決反制外部勢力干涉台海問題 絕不會坐視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受損 絕不會允許任何人任何事理侵犯和分裂 中國的神聖領土 若台獨分裂勢力和外部干涉勢力膽敢挑釁 國家安全機關將予以迎頭痛擊 面對臺灣民進黨當局及其情治部門的滲透破壞 國家安全機關近年來組織實施專項行動 破獲數百起臺灣間諜竊密案件 抓獲一批臺灣間諜及運用人員 打掉多個臺灣情治部門 針對祖國大陸部件的間諜情報網絡 2024年兩項選舉前 臺灣情治部門極力炒作大陸介入臺灣選舉 大肆打壓參與兩岸交流的政治人物乃至普通民眾 勾連外部勢力製造選舉澳部 沦為台獨勢力黨同伐異 剷除異計阻礙兩岸交流的工具 聲明稱 國家安全機關將堅決依法打擊 台獨分裂行徑和外部勢力干涉 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堅決推動祖國統一大业 堅決護航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尾業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